請毛部長 請毛部長 夏委員好 部長早齁 部長我剛剛繼續跟你請教 我們現在的制度裡面 ETC加票券的收費 一年大概可以總收入 國庫可以總收入是多少 220億 所以換言之未來 改了ETEC之後 絕對不會超過總收入 以這個為標準 不會要求超過它 會要求超過 部長剛剛有一個問題 本席也很關心 因為現在 特別是我們大台中地區 我們大台中地區使用 現在的國道四號、國道一號、國道三號 基本上在我們大台中的範圍都不用費用 因為這剛好沒有收費站 那換言之 我們大台中地區很多人他的上班 上學基本上 他就是靠 把所謂的國道四號、國道一號、國道三號 當成我們地區性的道路在使用 那部長 對於這些上班族 特別剛剛李坤哲委員提到 現在油電雙漲萬物齊漲 那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有一個所謂 每天有一段免費的公里數 那部長 你有沒有初步估算 這個免費的公里數是幾公里 我想要跟委員報告 這一步我們還在做細算 將來這個免費公里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不論是現在 免收費路段的這些用路人 以及其他要收費路段的用路人 我們台灣頭、台灣尾都是同樣 每天有一個里程 這個里程具體多少 我想現在高工局還在做試算 好不好 我想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會在應該是六月 對六月 六月底之前我們會來發布 本系希望每天 應該要三十公里的免費 跟委員報告我剛剛講 這是一個數學上的問題 第一個我上限要收到 然後第二個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就是說 長途的用路人 從基隆到高雄的用路人 他將來在新制度之下 他的費用不應該比今天 也不會增加啦 不應該比今天高啦 這兩個是一個限制條件 再兩個限制條件 我們解兩個問題啦 這個一個問題就是 每公里里程應該多少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去找說 那麼最大的一個 免收費里程是多少 這是有限制條件的 如果你把那個 如果你把那個 免費里程放得太寬的話 那長途這一段 就 就會有問題啦 這段 他支付的就要比那個 沒有沒有錯 你的總收入這個我不反對 但我覺得 使用e-tech之後 國庫一定會超過220億啦 不會啦 我覺得會啦 這個我跟你開保單啦好不好 我的意思說 如果按照現行的收費方式 會超過 但如果你剛剛講到 這個長途不增加為原則 然後加上所謂短程 有一個免費的公里數 之後可能不會啦 但是如果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勢必因為這個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比原來 預估的出來 所以我本期才會跟你提到說 我非常同意 應該有一個 每天有一個免費的 這個公里數 那一個公里數 那個公里數不是主觀認定的啦 那個公里數是 數學推出來的 沒有錯你用220億做為一個標準 對 然後用這個標準去 然後再根據長途 長途 對對對 它的成本不要超過 這樣的話 理程大概它的每公里 大概多少錢 大概就出來了啦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 所可以有的收入裡面 大概還可以減掉多少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這個要數學上推出來的 我瞭解這個我同意 但除了這個之後 萬一你算出來 這個公里數過低 因為 每天啦 有一些上班族 他勢必他每天 他都要使用這個道路 一趟去一趟回來 那如果你算出來之後 這個公里數 可以優惠的公里數 數很小 譬如說每天只有5公里 10公里的情況底下 本席建議 是不是應該對於每天開車 行經相同道路的上班族 應該用月票制 也就是說 跟委員報告啦 我想在這裡面其實 另外我們交通部的一個整體考量是什麼 交通部的一個整體考量是說 我們另外一頭就是要改善 各個地區的公共運輸啦 鼓勵大家多用公共運輸啦 對 我認為這個從節能減碳 更宏觀的來講 就是私運具 將來大家應該盡量少用 公運具盡量多用 我們會來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公平正義 節能減碳 使用大眾運輸 本席都支持啦 但是重點是 我們那裡就沒有大眾運輸 我常常說海線鐵路高架化 台中環線 原因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大眾運輸啊 對於沒有大眾運輸來講 我們只能這樣子 這樣子去行使嘛 對啦 跟委員另外一個報告是這樣子啦 我們當然就說 像剛剛講過 我們每天的這個這個免費里程 大概不可能 這個非常用主觀的方式來認定啦 但是我們也會去反推一個東西啦 就是對於那一些 這個免費里程之下 過去不付費 現在要付費這些人 大概每天的這個負擔成本是多少啦 對 那個負擔成本如果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接受啦 因為部長這個齁 其實我 我基本上算過 如果說我們以 不 我們以沒有免費里程的狀況來算的話 在我們大台中地區啊 我算你每一次都 每一天啊 一個上班族 每一天他只要通過兩次e-tech就好了 就是我都每 上班一次回來一次 那如果我以你們的優惠 叫做預付九折優惠的話 那他一天齁 一天啊 就要付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天三十六塊 一趟三十六塊 一趟三十六塊嘛 一個禮拜五天 就十次嘛 十次的話就三百六 所以一個月啊 就將近大概一千五百塊 就換言之 如果在沒有所謂里程數優惠的情況底下 一個上班族 他只要每天都灌使用這樣的話 他一個月他就要增加一千五百塊 的這個所謂高通 叫高速公路的使用 使用的這個費用 部長這一千五百塊真怕人 這比油電算長還不夠耶 跟委員報告啦 我想像這一部分我們還在試算 這一部分我們還在試算 好 部長 這個我想原則 我本席的建議原則 第一個 就是一定要有所謂的優惠的這個路段 優惠的這個公里數 免費里程 對免費里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真的免費里程過短 你算出來用兩百二十一做基礎 算出來過短 你應該考量這些上班族 給他們月票的這個優惠 就是說我乾脆就跟你買月票 因為我每天都要使用這個道路嘛 所以月票你應該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折扣優惠 就像我們一般 常常 我老股客嘛 老股客來聽營 你當然要讓我玩比較少 這是本席的建議 第二點 部長 本席想要問你就是說 現在啊 在ETC的架構底下 在ETC的架構底下 一個人啊 譬如說本席啊 開車 我總共經過了六個 我一趟 從這個中南部開到北部 我經過六個ETC的這個收費站 沒有收費站啊 到時候是每一公里每一公里在 對我知道 我說現在 現在這個狀況 那我經過六個ETC的收費站的情況底下 那我每一個收費站我都扣款不足 假設我都沒有扣款不足 都扣款不足 那你覺得我一路開到 這個經過六個收費站之後 你認為 我要到底要繳多少錢 這個我想請局長來說明 那你們有一個催繳費用五十塊嗎 按照目前是 按照現在的制度是 如果他自動補繳的話 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催繳 他如果沒有自動補繳 就會有每一次算一次行為 目前是一次算一個行為 本席一趟開過去 每一個收費站都要多繳 目前是一次算一個行為 部長你覺得這個合不合理 本席一趟從中南部開到台北 我經過了六個收費站 六個收費站我都扣款不足 於是我下教導道之後 被遠通吹繳 你認為我應該繳多少錢比較合理 吹繳如果他在實現之內吹繳 他並沒有增加這些費用 有沒有費用 如果是掛號有手續費 吹繳 吹繳就要多繳五十塊的所謂的 你們講叫做處理費 那你覺得我本席一趟 我不是分工我同一趟 我從中南部開車開到北部 經過六個收費站 然後你們跟我拿多少 你們六個收費站加上處理費 這樣你覺得應該收多少錢 對我想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目前計次階段的話 確實是每一次算一次行為 所以都要吹繳一次 那這個是在各縣市收停車費 規費性質都是類似的這種規定 那至於說將來我們變成計程以後 他就每日算一次 就每日欠費會規復一次 來當作一個單元來做處理 那比較好處理 這個不合理啦 本席一趟過去他給我收 每一個收費站收一次的所謂的作業費 所以我每一站等於四十塊 加上五十塊的處理費是九十塊 我每一站都要繳九十塊 照理說我是一次的行為 一次通過使用這個路段 你都可以知道我同一天這樣開過去 你把我收六十塊的處理費 這是什麼 這遠通你收的 所以我們就讓他幫他幫他收得多 部長這個不合理 這個費用 這個費用是遠通收進去的嗎 當然是遠通作業費啊 吹繳處理費五十塊啊 部長這可不可以改一下 這沒道理啦 局長來說明 目前這個涉及到他的系統的設計啦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可能要一點時間才能夠做 要動到系統的就感 那局長 根本不應該有作業處理費嘛 作業處理費是他的成本的部分 成本的部分 他就要去雙方號 那我請教部長 部長你都 你上次回答說家庭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你太太在處理 我想請問部長 你家有沒有收到 收到這個電費通知 這個電話費通知 水費通知 瓦斯費通知 你家有沒有收到 有沒有收到這個通知 我們大概都是自動轉帳吧 對你自動轉帳 也一樣會通知你自動轉帳成功嘛 對不對 那 他跟你通知的時候 有沒有跟你收五十塊錢的 這個所謂作業費 我們所有的帳單 包括 這個銀行的 這個信用卡 吹繳的這個 這個這個帳單 有沒有哪一種帳單 還要加五十塊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不過我想這個稍微有點不一樣吧 一個 一個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我 按照程序來繳 按照程序來繳 你另外要 要 要再收這個不太有道理吧 不不不不不不 部長 你現在不了解啦 只要我經過 過ETC 或者未來的e-tech 都是一樣的 只要我經過之後 我沒有去 在一定期間內 沒有去繳 我第一次收到通知單 我就要繳五十塊錢 對啦 我想這個有差別嘛 就是說 一個是你存足了 那麼你就是 你就是沒有問題 情況下來 來過去的話 這一種收費 當然不要有手續費啊 好 就跟我們 電費 水費 我轉帳成功 那當然不要手續費啊 那你轉帳 因為我 我的存款不足啊 我長期要追錢 我沒有辦法轉帳啊 我沒有辦法 我每個月 都要去送我的水費 電費 我要放一筆錢 每天你來扣款 來轉帳 窮人沒有辦法 就是如果你能夠 如期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當然就不會有這個 吹繳的問題嘛 任何的吹繳 現在任何的吹繳 也沒有說 我收到吹繳單 就要收五十塊嘛 你是過了那個吹繳期限之後 你政府相依照法令 來罰款 交通部也是一樣啊 我帳單 收到了 我沒有去繳 我被罰款天經地義嘛 沒有一種東西就是說 我沒有繳這個費用 你通知我要去繳費 第一個時間 我就要罰五十塊 沒有這種事情啦 沒有任何一個 單據是這樣收的啦 有自動補繳期 就應該沒有問題嘛 不是啦 你自動補繳期是 你要通知我 我簽署費用 有簡訊通知啊 沒有問題啊 你在那個自動補繳期 把它做完就好了 你把它那張秀出來 部長 這個ETC 扣款失敗的見數 我們用這個見數來看 你告訴我 卡片立場 一年有兩千多件 我要怎麼知道我卡片立場 你告訴我 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開車驚過 我卡片立場 我就沒有每天在 對啦這種 這種有簡訊通知他 簡訊通知期限之內 他來繳根本也沒有 沒有手續費的問題啊 這不能用 他是在這個 通知他以後 他還超過時間 還不繳 那個時候 那時候變成催繳的情形 你的繳 你要寄繳費給我去繳 任何的繳費 都是同樣的 沒有一種 只有遠通 跟人家不一樣 全台灣任何的繳費 你就是 我收到繳費通知 我去繳 市內停車也有這個問題 市內停車 他有給我一張單子啊 我在車子停好之後 他夾一張單子 我拿那張單子去繳嘛 那一張單子是一個提醒嘛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高速公路這邊 他也會有簡訊通知 就相當於給你那張單子嘛 然後你拿了那張單子 你還不繳 那當然 將來就會有 你第一次給我單子 第一次就是用簡訊通知嘛 沒有什麼簡訊通知 全台灣的 任何一個行業 任何的繳費 都是給我一個書面嘛 簡訊通知來繳費很多啦 我關機怎麼辦 這沒這個道理我剛出國啊 我回來就要繳這個錢啊 市長你的意思是 憑簡訊去繳嗎 簡訊通知又他又可以自動繳啊 他就有自動繳費的機制在那裡啊 市長這沒法理啦 你看你 你們反正說 依通經異常 發自 這個人依通經異常很衰耶 我跟委員報告 這都是全年上億 上億的這個基礎之上 分母是上億的基礎之上 出現的情況啦 那是不可能你上億 你政府你不可能騎人民嘛 你任何我剛剛跟你講過 任何的費用 任何的單據 我都是收到 你寄說我欠你多少錢 你寄單子給我 我不是銀行的貸款什麼 我這個單子照 依照上面的期限 我要去繳嘛 你期限超過罰我錢 我沒話講嘛 為什麼只有ETC 跟未來的ETEC 我收到單子 我就要繳五十塊了 我就要被多罰五十塊 這沒多力嘛 這凱這名的頭啊 好啦 我想跟委員這樣報告啦 我對這個問題看法是這樣子啦 他過去這個做法 當然某種角度 也有他的一個說法啦 那但是呢 我要強調就是說 他的分母是上億的啦 所以我們這個發生的就是說 也只不過是 個位數十位數百位數 甚至千位數 以億為分母來講 部長我幫你整理的總共八百 對啦 對啦 跟委員報告啦 所以這個分子分母關係 其實是很小的 所以這一部分我 我同意我們來檢討 好不好 那然後將來 變成ETEC來收了 就這個問題就沒有了啦 好不好 部長 ETEC也是一樣啊 ETEC也是一樣 不能夠收這五十塊的 這個作業費啦 部長 如果這樣 分子分母 這表示這很少的 他就更應該出啦 蛤 就更應該了 這也不是什麼大錢 對不對 蛤 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依照我們現行的 這個行政程序也是這樣啊 行政程序法也是這樣 我們研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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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委員我建議你去做一個決議 把我做了一個提案了 我等一下做了一個提案 好好